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没有浓霉的情况下 胡仁仍在客场战胜了马次 最近六场比赛 胡仁拿下了其中的五场 他们的战绩来到了七胜十一负 不得不说 这段时间 马次给胡仁送了不少温暖 胡仁这段时间的五场胜利 其中就有三场是对阵马次的时候拿到的 凭借着这一波的失利 马次的战绩反超了胡仁 他们成为了西部排名倒数第二的球队 胡仁升至西部第十三的位置 说白了 这段时间 马次也算是帮助胡仁练兵磨合了 这段时间 胡仁似乎有点回到正轨的意思 在球星们的身边 这离不开角色球员们的发挥 托马斯布莱恩特复出之后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施罗德也渐渐找到了比赛的感觉 李福斯已经成了胡仁的核心池球手之一 加布里二承担起了部分农眉所承担的任务 除此之外 赛季截至目前为止 胡仁最大的发现 毫无疑问是他们全新的二号位朗尼沃克 作为胡仁在自由球员市场上最重磅的引员 沃克目前打出的表现超出了绝大部分人的预期 他已经成为了胡仁最不可或缺的一名球员 受困于薪资空间 胡仁在自由球员市场上只有一个中产特例 650万可以使用 这个中产特例原本是胡仁给蒙克准备的 无奈国王开出两年1900万抢人 失去了蒙克之后 胡仁急需找到一名值得这份合同的球员 这边沃克在马次并不能说不如意 由于马次处于重建阶段 他们毫无疑问会继续摆烂 沃克又想拿大合同 因此他请求马次可以撤回对他的资质报价 然而当马次如他所愿之后 沃克发现全联盟没有球队愿意给他 开出千万美元的薪资 加上他刚好是Clitch 詹姆斯的经纪公司的客户 胡仁和沃克一排集合 种种因素加在一起 给人的感觉就是 沃克和胡仁是一次仓促 或者说是勉强的合作 大家都知道 威少和詹姆斯需要投手 沃克在过去这个赛季 只有31.4%的三分命中率 身体素质出众的沃克 并不是萌克那种打法 在不少胡仁球迷看来 牵下沃克之后 他们的进攻空间只会被进一步压缩 几乎没有什么人看好这笔签约 然而 如今赛季接近过去四分之一 胡仁球迷已经忘记了萌克的离去 原因就是沃克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 他比起萌克不仅在进攻端 有了不小的提升 防守端沃克同样比萌克效果更好 随着手感的回暖 沃克如今的场均数据来到了 17.1分 2.3篮板 1.9助攻 1.0抢断 他的投篮命中率 47.9% 来到了生涯新高 三分命中率也来到了37.2% 沃克每场比赛可以投进2.0G3分 这同样是他生涯最好的表现 在进攻端 沃克不管是个人持球突破 还是打无球空切 接球投篮 他给人一种全能战士的感觉 而在反击当中 沃克的效率更是不用担心 他劲爆的身体素质 总是能在反击当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 沃克的罚球命中率 84.4% 也来到了生涯最高 沃克已经成了胡人的第四核心 在胡人阵中 目前只有三名球员的场军出场时间是超过30分钟的 除了詹姆斯和农梅之外 另一位就是沃克 他的场军得分也排在队内第三 做个对比 过去这个赛季 蒙克在胡人场均能拿到13.8分 他的三分命中率为39.1% 沃克比起蒙克 可能进攻效率稍微差了一点 沃克的产量绝对是更高的 而且他的身材在防守端也更有优势 实话实说 胡人需要感谢国王用两年合同牵走沃克 现在让胡人球迷来选 大部分人会更倾向于更加全能的沃克 这三场与马次的比赛 沃克是一点没给老东家面子 他三场比赛场军刚好拿到17分 凭了自己的赛季场军得分 关键在于 沃克这三场比赛 他的投篮命中率达到了52.6% 三分命中率更是达到了45.0% 他表现得更加高效了 似乎是在告诉马次 放他走势一个错误 用沃克自己的话说就是 在胡人 他有了更多的曝光率 这让他的表现更出色了 他是一个喜欢在大城市打球的球员 随着本赛季的提升 沃克下一份大合同基本稳了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其他球队的消息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凯尔特人主场迎战棋彩 此前棋彩战绩为10胜9负 排名东部第8 凯尔特人战绩为15胜4负 排名东部第一 在过去的11场比赛中 凯尔特人赢下其中的10场 他们的进攻效率 场均得分等多项数据都高居联盟第一 这里面最重要的因素是 凯尔特人今下用泰斯等边角料 从不行者换来了控球核心布罗格顿 布罗格顿作为第6人 很好的带动凯尔特人替补席多点开花 而且凯尔特人阵容深度足够 替补席还有科内特加豪泽加普里查德等人 格里芬人都很难进轮转 今天的比赛 两队都有重要球员缺阵 奇才方面 巴村雷银脚踝伤势不打 库子玛因背部伤势缺席 其实奇才自己也知道 面对凯尔特人 他们自己的实力确实不如对手 很难赢得比赛 倒不如让库子玛休息一场 而凯尔特人方面 塔图姆因脚踝酸痛休战 杰伦布朗独自带队 奇才首发 莫里斯加比尔加 波尔金吉斯加 阿富迪亚加 基斯伯特 凯尔特人首发 杰伦布朗加 格维加 司马特加 怀特加 霍夫德 凯尔特人温水煮青蛙 奇才都不知道 为什么第四节就变成了垃圾事件 开局两队打得比较娇着 霍夫德和怀特连续命中三分 杰伦布朗打反击 而依靠基斯伯特内外开花 阿富迪亚连拿四分后 波尔金吉斯连续在内线造杀伤 杰伦布朗上空篮不忠 自投自抢 后半段 凯尔特人突然发威 布罗格顿轰三分球 怀特冲击篮下完成2加1 豪泽继续命中三分 布罗格顿的反击批扣 第一节打完 凯尔特人35比26领先奇才 比尔直到杰末才开始得分 第二节回来 莫里斯和豪泽队标三分球 科内特连拿四分 凯尔特人替补都能不断拉开分叉 杰伦布朗回来后就冲击篮下 阿富迪亚和比尔连拿五分止血 中段比尔和杰伦布朗对标 莫里斯和司马特对标三分 而后半段 司马特和布朗突然下起三分雨 加上霍夫德的三分球 凯尔特人瞬间拉开快20分分叉 好在比尔跳投直血 半场结束时 凯尔特人72比55领先奇才 比尔只拿到8分 杰伦布朗17分入仗 下半场回来后 杰伦布朗突破和中投弹无虚发 比尔和布尔金吉斯带队 勉强维持20分左右分差 中段布罗格顿在中三分球 杰伦布朗两发全中 司马特也在单打教育比尔 好在布尔金吉斯一直给出回应 后半段比尔就开始突破造杀伤 霍夫德和司马特在篮下强攻回应 杰伦布朗轰三分球 杰伦科内特的爆扣 布罗格顿的三分 豪泽在杰伦最后30秒还连拿五分 凯尔特人三节结束时 已经拿到113分 比分是113-88 彻底失去悬念的比赛 整个第四节都是垃圾时间 而奇才替不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努力刷分 凯尔特人则早早换上第二阵容 最终比分定格在130-121 凯尔特人倾取奇才 奇才遭遇三连败 凯尔特人三连胜 近12场比赛拿下第11场胜利 这期间只输给过公牛 数据 奇才这边 波尔金吉斯21分4篮板 比尔30分5篮板4助攻 莫里斯16分8助攻 阿富地亚10分3助攻 凯尔特人这边 杰伦布朗36分5篮板 霍夫德14分3篮板3助攻 怀特15分3助攻 斯马特14分4篮板7助攻 科内特12分4篮板 豪泽15分5篮板 今天凯尔特人全队7人得分上双 什么叫出色的统治力 凯尔特人今天罚球26次触手全中 三分球比奇才多9个 篮板球多9个 各项数据都是压倒性优势 双碳花未来可以选择 在某些比赛中交替轮休 这也能给角色球员更多机会和时间 随着赛季的深入 凯尔特人逐渐展露冠军 相和强大的统治力 东部其他球队真的要小心了